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创新型组织的七要素 那这部分的知识点呢我们说 首先要记住满足创新型组织七要素有哪些 其次呢对于这个七要素它的解读呢要理解 那么我们用一张表格去完成这部分的内容 这张表格呢有三列 第一列呢是这七要素分别是什么 第二列呢是关于这七要素关键特征的一个解读 第三列呢是对于关键特征的一个补充说明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呢是共同使命领导力和创新的意愿 那这部内容呢我们讲的是企业的中高层啊 他们要有啊想法要一致 因为共同的使命领导力和创新的意愿 这个呢就是思辨的心要有 创新的这个精神要在啊 所以我们解读一下关键的特征是什么 要明确阐述这个企业共同的新的使命是什么啊 延伸战略目标啊 以及高管的这个承诺领导力 那么补充说明啊 对组织目标要达成高度的共识 并忠于这个目标 因为使命是共同的啊 高管的高度的参与高管的承诺以及付出还有现象的支持 啊 以及有创新的这种意愿 对吧 你你你要有这种这种思辨的方式啊 思辨的这种意识 好 第二个组织要素呢 就是合适的组织结构 那我们讲过你一个战略啊 往下要有合适的组织结构与之匹配 那么组织的设计者啊 要识得创造力学习和互动成为一种可能 就是你这个新的组织结构呢 要能够满足企业对创造力学习和彼此之间互动 这样的一个可能对吧 彼此封闭这个是啊 没有办法去满足这个合适组织结构的要求的啊 那么什么样的结构组织结构是合适的呢 其实是在两者之间啊 有一个权衡的一种组织结构 一是有机的组织结构 二是机械的组织结构 有机的组织结构指的是环境的变化 组织结构会有一个灵活性的调整 机械的组织结构呢 就是这个组织结构 它是一个啊 这个相对来讲是刚性的 不能随意变动的啊 它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就较差 但是啊 机械的组织结构呢 往往效率会比较高 那这个有机的组织结构呢 往往它对于环境的变化 适应性会比较好 那么其实就是要在这两者之间 要要形成一种啊 因为它是它是彼此之间有点冲突的啊 你没有办法去同时兼顾这两点 没有办法同时兼顾这两点 所以我们这是对于合适组织结构的这么一个描述啊 呃 我们我们再展开一点啊 有机的组织结构 适合于快速变革的一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高科技企业 往往它采用这种有机的组织结构啊 或者动荡的环境之下 而机械式的组织结构呢 适合于稳定的环境啊 那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机械式的 那么我们注重这个IT的这种信息技术的手段 在组织结构当中的应用 因为它可以去使得信息的传递啊 成为一种便捷的可能 好 那第三个创新型组织的要素 就是关键的个体 我们首先要知道哪些是关键的个体 比如说企业的重要的发明者 组织的发起者 技术的把关人员 还有其他角色赋予创新活力 或者促进创新的这些关键的人物 那肯定是属于重要岗位的一些关键人物 对吧 要研发呢 那就是跟研发部门有关联 要么这些高管 跟一些重要的组织流程的一些负责人有关联 这是关键的这个个体 其他的一些角色呢 包括一些项目经理啊 商业的这个创新者等等 所以我们这是向大家解读了 创新型组织的三个要素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要素 第四个组成要素呢 就是全员要参与创新 全员参与整个组织的持续改进的相应的活动 那么怎么去满足 或者说怎样去描述这个全员参与创新呢 这个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不是这个一蹴而就的 所以全员参与创新啊 我们说他是经历了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的内容呢 在后边 我们先翻到后边 全员参与创新呢 会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全员无意识的这种创新阶段 就是他看到了问题 他会有一个解决方案 他会有改变 每个人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这其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创新 然后发现要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正式尝试阶段 以及与组织明确提出来 然后与组织站立目标保持一致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 就是试验阶段 对个体和小组的授权 试验 创新阶段 那最后 这个阶段通过之后 进入到全员创新的一个最高阶段了 所以是全员参与创新 要有这块土壤 那我们再回来 好 那第五个要素呢 是有效的团队合作 全员参与呢 指的是每个人 在创新的过程当中 要每个人的参与 而有效的团队合作呢 指的是团队的重要性 适合的使用团队来解决问题 需要在团队的选择和建立上 要给出一定的资源上 政策上的倾斜和投入 那我们说什么是团队啊 团队是跨越组织 内部界限的一种机制 传统的组织结构里边 往往是有什么 按照职能来进行划分的 什么研发生产销售 然后财务 而团队呢 是跨越这些部门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支持一个高效团队合作 它应该具有的五个关键因素 那这部分呢 是我们前面的一个支持点 的一个补充了 支持高效团队合作 它有五个关键的因素 分别是 这个团队要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 对吧 你是为了什么 把这对人集合在一起的 要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 还有第二条呢 是有效的团队的领导 对吧 你要有个共同的愿景使命 然后还有一个 一个leader 一个领袖 那么第三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团队的角色和个人的行为风格的一种良好的平衡 这里边就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比如说偏向外向也好 偏向这个表现自己也好 或者说去做某一类的你的专长 但是你也要很好地去把你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特征 与你在团队当中的这个角色定位要做到很好的匹配 不能够矛盾 既要考虑到整体 也要去考虑到个体 对吧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位置 但是要放到合适的团队的决策当中 去发挥他整体的一个应有的作用 所以这是第三个关键因素 否则大家不能有效的这个讯行整合 和谐的融洽相处 对吧 不能发挥每个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特质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团队的吸引力也会有问题 好 那第四个关键的因素呢 是小组内部 他的有效的冲突 能不能够去设计有效的解决的机制 因为你不冲突是不可能的 对吧 个人所擅长的事情和他的在团队当中的位置 这个冲突怎么解决 以及于内部之间的这种冲突又怎么解决 又怎么解决 因为这既涉及到个体和团体之间的冲突 也涉及到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冲突 对吧 第三条呢 是团队 和个体之间的冲突 那么第四条呢 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这种冲突 那这种呢 在一个组织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对吧 都要有实现良好的平衡和解决 那么第五个呢 是与外部组织要保持一个持续的联系 不能去封闭 对吧 这是一种开放性的这种组织 所以最后呢 才能形成一种高效的团队 每个人各司其职 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然后我们又是一个整体 对吧 你看 有任务目标 还有一个leader 然后彼此之间相处还特别融洽 所以你看从三四五来讲 都是一种内部如何的相处 和外部之间的如何沟通 对吧 这样才是一个高效团队的一种合作 好 那第六个 创新型组织的要素 就是要在企业当中 形成一种创造性的氛围 创造性的氛围 使用积极的方法 来获得 这个全员群体 个体的这种创造性的想法 得到 让他们的想法得到创造性的激励 头脑风暴 有好的想法给予奖励 尤其是有很好成效的一些想法 对吧 一定要不要吝啬资源的这种配置 那么氛围啊 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模式 就是你这个氛围是宽松的呀 还是严厉的呀 对吧 是鼓励着这个大家发散性的思维 还是说不允许创新 老老实实按部就班教条的 对吧 那这种氛围当领导的是 要去有这种这种义务 然后去塑造的 去形成的 所以氛围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模式 是一种态度 是一种情感 创造性的氛围包括有六个要素 那我们看一下有哪六个要素 氛围影响创新 有六个关键性的要素 第一 要形成一种彼此之间的信任 和开放的一种氛围 彼此之间的信任 那这个对于技术人员 有的时候是比较难的 互相开放 这是一 二 要允许有挑战 要彼此之间的参与 组织呢 还要保持一定的松弛度 对吧 太严格了 这个也不适合于 这种团队内部的交流 要有一定的松弛度 那么对于冲突和争论 要有一个有效的一个 至少要允许 至少要有不同的观点 要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 然后要有一定的风险 承担的这种可能 一种允许犯错 对吧 允许犯错 要有一定的自由度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尤其有些领导是 不希望你挑战他的权威的 对吧 他希望的是只听他愿意听到的 所以这种氛围 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形成的 所以这其实在某种程度 对领导和对于那些 某些观念个体是一个考验 所以这是氛围影响创新的 六个关键因素 好 我们再回来 最后一个 创新型组织的要素 就是跨越边界 这个跨越边界是跨越什么边界呢 是跨越内外的一种边界 要以顾客需求为导向 要形成一种广泛的网络 去搜集相应的信息 一个企业要对外部的刺激 要保持一个开放 就是要对外部的需求 要及时的了解 利用信息技术和利益相关者 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系 不要闭门造车 这个就是对于跨越边界的一个要求 好 以上是我们创新型组织七要素 七个方面 共同使命 领导力和创新的意愿 第二 合适的组织结构 第三 关键的个体 第四 全云参与 第五 有效的团队合作 第六 形成创造性的氛围 第七 也是最后一个 叫跨越边界 满足这七个方面 我们就形成了一种 或者说塑造了一个创新型的组织 好 这个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 讲到这里 那么在战略创新方面的最后一个内容呢 我们向大家讲解这样的一个指示点 就是公司战略与创新之间关系的一些核心观点 这部内容啊 几乎不能考 因为没法出题 很难出案例 我们希望大家从这个建立战略的知识结构体系的视角 我们要知道这一章和后边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掌握四句话吧 掌握四句话 第一 企业拥有特定的知识和能力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第二章当中 在讲到内部环境分析的时候 我们讲的资源和能力 那么由于企业拥有了这种特定的知识和能力 它使得他们能够在竞争的环境当中取得成功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本质特征 如果你不具备特定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企业经营到成功 获得很好的结果 对吧 所以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就没有金刚钻不懒瓷器活 你肚子里没点墨水 对吧 你怎么可能在竞争当中获取成功呢 所以这讲的是 拥有特定知识和能力的一个重要性 这是第一个 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公司战略的本质特征 它就是一种创新战略 就战略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你这么来想这么来做 其实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同 就是一种创新 那么目的是积累企业的特定的知识和能力 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叫扬长臂端 还是扬长补端 把它发挥到极致 怎样来做 去完善自我 对吧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我们说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塑造完美自我的这么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练阶段 让自己的这种各种的这种品德也好 这个行为模式也好 都能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程度 这可能是每个人追求的 所以战略本身就是这么一种创新的战略 好那第三句话呢 就是一种创新的战略必须能够应对外部环境复杂的变化 对吧 因为你如果不能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你这种战略肯定最终会走向失败 对吧 肯定会走向失败 所以战略的管理的过程就是应对外部的环境 然后把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发挥到最大 叫做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找到合适的一条路径 让自己走向成功 那么你想职业生涯的这种设计的基本原则 是不是也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好那第四句话 就是一个企业的内部的结构和过程 必须要与可能的冲突性 冲突性的需求呢 要保持一个平衡 那这其实就是一个战略的控制的一个过程 战略控制的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对于企业来讲 他需要识别并开发专业知识 整合探索专门知识 来形成自己的这种特定的知识和能力体系 然后在变化的环境当中 在复杂的环境当中 能够取得成功 有效的生存下来 那么这其实就是战略和创新之间的关系 所以为什么在战略管理当中 讲一点创新的内容呢 这其实不矛盾 所以后面的章节我们第二章会讲战略分析 然后讲第三章战略选择 第四章讲战略实施 那么这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体现了 这个创新战略创新的一个知识点 那好 这部分内容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在创新管理收尾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点内容 这个就是最后了 那么就是创新管理的四个阶段 这是一个小知识点 我们用一张表就把它解决掉了 创新管理有四个阶段 创新管理有四个阶段 首先是搜索阶段 其次是选择阶段 再次是实时阶段 最后是获取阶段 搜索阶段是搜索什么呢 就是如何找到创新的机会 搜索这些 搜索这些idea 搜索这些脑洞打开的这些创新点 所以搜索潜在的变革的信息 寻找和与创新相关联的一些诱因 这是搜索阶段 搜索阶段 比如说2023年的开年 这个有一个技术 突然特别火爆 特别火爆 就是这种 AI机器人的这种升级版 升级版 那么有人就想 这个与我们 这个传统的会计 传统的财务 或者说 所有的领域 那么它对我们的冲击和影响是什么 冲击和影响是什么 这个GPT 它对于我们传统的财经领域 传统的会计岗位 有没有冲击和影响 它是否能取代了 这些传统的这种财务机器人 或者说 营销岗位 或者文门写作 它智能到什么程度 它会不会出现一种颠覆性的 这样的一种 对于产业结构的一个重塑 这个我们 说不清 所以大家都在去 去关注这样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是搜索阶段 搜索阶段 第二个阶段叫做选择阶段 搜索就是找到这些创新的机会 选择阶段就是要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 对吧 基于已有的技术领域和能力 对不同的机会和市场 做出符合整体性战略的一种选择 那这时候 我们说在选择阶段 需要做出三个方面的研究 哪三个方面呢 第一个方面 可利用的技术和市场机会的研究 哪些是可以利用的技术和市场 这个呢 企业要保持一种警醒 对吧 保持一种时效性 要跟踪 那么第二个需要做的研究呢 就是对企业 现有能力的研究 确保企业在知识 能够与变革所需要的知识的匹配 上面你是可以利用的 第二个是你自身所具有的能力 那请问两者之间能一致能匹配吗 你需不需要补课 需不需要招聘一些新的员工啊 第三就是要把这个创新 和企业的整体的 这个业务的绩效的提高 做一些关系的研究 就是我做这个创新 最终的意义在哪里 创新能否直接促进 企业绩效的实现 如果不能的话 那这种就是属于 没有任何价值 对吧 就可以抛弃了 可以抛弃了 所以这是 这是在选择阶段的时候 就是有哪些值得选择 我自身的能力具不具备 对吧 最终能不能提高我的业绩 这是很简单嘛 对吧 很简单的这样一些 逻辑关系 所以这是选择阶段 实时阶段呢 就是如何实现这个创新 那汇集各种知识 产生创新的过程 以某种形式 这个进入到目标的环境 再次巩固 本次创新 所以最终 实现这个创新 那获取阶段的时候 获取什么 我们讲实时的时候 就是是不是最后呢 不是 实时是实现创新的这个过程 就如何实现这个创新 而获取获取什么呢 就是创新完毕之后 我最终要获取经济利益 要获取正向的利润 正向的利润 所以商业目的或者社会创新 它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通过这种流程创新推广 最终要获利的 运用知识产权 保护维持自己的竞争的优势 掌握引领整个创新的未来 那么让自己基于这个 应该说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 这个是很多创新企业在做的 对吧 知识产权的保护啊 如何一直领先啊 建立一个城墙护城河 搞出了一些壁垒 对不对 让自己能够生存的更好 这个是很很常见的一种商业逻辑 好我们总结一下 创新管理 它的主要的过程 要经历四个阶段 搜索阶段 选择阶段 实时阶段和获取阶段 搜索是找到创新机会 选择是选择具体的创新 哪些是你要做的 抓住的创新机会 以及为什么 那么这个内在的逻辑要想清楚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创新的实时阶段 就如何实现这个创新 最后是获取经济利益阶段 那因为你前三个 最终实现满足以后 你最终如果不能获得经济效益 对吧 不能够去让自己形成比较优势 那这个创新就是没有任何价值 这是一道多选题 请看以下创新的例子 哪些属于范式创新的类型 哪些属于范式创新 我们说范式创新是我们前面 我们讲创新的四大类型 对吧 产品创新 流程创新 定位创新和范式创新 范式创新就比较相对复杂一点 就是系统性的 商业模式的整个的改变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 吉利汽车刚刚推出不久 提出让老百姓买得起的汽车 生产低价低配值的汽车 这是吉利的做法 你们都这样做 你们做那样的汽车 我偏布 我做低价低配的汽车 我让所有人都能买得起 那么大家想 这个是涉不涉及的产品状新呢 似乎也涉及 因为新的一种产品 那涉不涉及的一种范式创新呢 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呢 是的 对吧 因为别人没有这样来做 是他率先提出来 生产低价低配 让老百姓都买得起 所以这道题里边 应该既涉及产品状新 又涉及到一种范式创新 它有包括范式创新的 它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所以你记住新的商业模式 它就是一种范式创新 所以A是可以选择的 B呢是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许多保险公司 推出线上自助购买财产保险的业务 那把一门技术应用到另外一个领域 那么这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一个新的商业模式的产生 这其实就是一种范式创新 那你看技术的发展 然后有新的产品的出现 那它符合范式创新的一个含义 所以B也是可以选择的 C呢是苹果公司宣布 推出一款新的手机 具备可折叠的功能 那推出一款新的产品 所以它是属于叫产品创新 对吧不是范式创新 D多地政府向市民推出来 一网通办的业务 提高行政效率 那一网通办这是流程方面的变化 所以它是属于流程创新 所以选择范式创新的 应该是A和B A和B A是属于经营模式的变化 带来的创新 B呢是属于技术的应用 商业模式的创新 所以这些都属于范式创新 对吧 刚才讲的苹果那个是产品创新 然后一网通办的是属于流程创新 你答对了吗 这些都属于流程创新 也设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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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设计创新